这个是他们登出来的照片 他还自我解释说 这个叫瘦马效应 也就是说马瘦了 又肋骨自然会露出来 各位看看 这样子的钢材 你根本 如果说你连汉阶都没有 汉阶上 将来你下水怎么办 这是第一章 这是海空号 然后第二个 我给各位看 也是当天这个载 当天下水 他们号称 我们就承认他是下水典礼 你看他汉阶的情形 这种船能下水吗 我们能力挺马文君调查到底吗 你黄曙光要不要讲清楚 你好大喜功 用全世界都还不敢用的这种钢材 你台湾自己 那为什么要采购这种钢 这是我们第一个要问号的 你黄曙光现在讲清楚 你这钢到底跟谁买的 为什么要买这种钢 已经成熟的钢 你美国包括德国 法国 这些国家 意大利这些国家 都不用这种钢来做检验 你为什么要用这种钢来做检验 你一个只 consists这里的vida ro schnell 有吗